台灣的水果茶大丸子 剛剛在澳門區開了沒多久 現在在坦仔,又開了一間了 它又坐落於美景的這條街 它裝修格局 大茶不就是這款 這次我們就來點一下 整次沒喝過的東西了 怎麼說,人家都叫見水 全部給我味堂超冰 我們一行三個人裡面 就叫我三杯夜飲 唉,又想任首要 又怕肥又怕甜 人類就是這個矛盾的集合體 我們第一杯點的就是檸檬巴洛 巴洛這個味道本身就不太重 所以整杯東西主要都是以檸檬為基調 對我這種老人家來說 微糖的味道是剛剛好的 其實我一直在想 這個櫃裡面的水果是不是只用來做裝飾 就是這個時候 店員終於讓他炸橙汁了 這杯就是果粒多水果茶 果粒多水果茶和我們之前喝過的宇宙杯 最大的分別就是果粒多是用橙汁做底 而宇宙杯是用蝦蜜瓜汁做底 對,沒錯 我想現在是一年裡面吃最多水果的時候 那杯裡面的水果粽也挺多的 好,清爽 兩個人喝得冷的 雖然這個冬天就不是幾次冬天 但是要喝點熱的養生 最後的這杯就是養生的紅棗加肺的奶茶 這樣是不是就泥燒了 紅棗味還挺重的 幸好今天天氣還是少少微凍 喝完之後 我感覺到我的身體戀了一點 不過紅棗的甜味我覺得多了一點 果然老人家 都不是那麼喜歡甜味的 不過年輕人也不會喝那麼甜 老了你就知道了 好 養生就養生完了 又是時候拿我養回來的生命 所以廢房一下吧 拜拜 沒有肚子餓啊